等於是他有跟你們租用 你們才可以在沙灘上做擦傘 不要有那種所謂用空的山 單位置可以進行 肯定沙灘擦傘 站位的情況引發外界抨擊 肯管處人員趕到國家公園內的沙灘 向油企業者宣導 而目前肯定沙灘管理 南灣已經標租出去 油企業者要繳經營權利金給肯管處 小灣則有砍撒飯店管理 一樣要繳給肯管處權利金 至於白沙以及船翻時 則由油企業者組自治會管理 全部都是不可以插傘站位 網紅Chip則批評 肯管處特意把街市畫面移開了 避免派到沙灘被插傘站位的情況 網友則PO出還是有站位的情形 我們有成立協會 我們有交親節肺 不過有人成立沙灘 不然不關處 要跟我們整理 我們都要整理 我們如果有遊客 臨時插 怕遊客受不了 那如果說你要這麼做 我們也都可以配合 在肯管處宣導之後 業者雖然有人抱怨 但是還是配合執行 而記者再到白沙查看 尤其業者也在顧客要租傘時 才會插傘 現在這個河山是怎麼會放在旁邊 因為有人家要租房子拿插 人家要租房子拿插就對了 跟這個一樣一樣就對了 你如果都沒有傘的時候 沒人的時候 這邊就是漂亮的彎 這樣子喔 如果像之前好像遠遠看 不管有沒有人 這邊都離傘 你會覺得這樣比較好嗎 我覺得這樣比較漂亮 目前白沙沙灘這裡 比起月初的情況 看來要乾淨許多 而更冠出也計畫 把白沙和船帆時的沙灘 和南灣一樣飆租出去統一管理 不知道是否真的能徹底杜絕 這種擦傘站位的亂象 動森新聞 余嘉雄在屏東報導 動森新聞宇嘉雄在屏東報導 敷邦